英國民眾跳河細水 在海邊的也在比大膽跳海 各地民眾都在搶著下水消暑 超市裡的冰淇淋被搶購一空 英國熱浪來襲 氣溫飆出設施40度以上新高 機場跑道融化 鐵軌變形 導致火車大規模取消 高文駭首都圈火災激增 倫敦消防局就形容 當地熱道變成火藥庫 一點點火花都能引起火災 熱浪也籠罩歐洲 在英吉利海峽對岸的巴黎 民眾把噴水池當成了游泳池 泡水消暑 否則酷熱幾乎讓人變成了烤魚 比利時氣溫也飆升到 將近攝氏40度 不僅養老院平凡餵食 老人喝水吃冰 動物園裡的動物 也在享受冰塊盛宴 伊比利半島的西埔兩國 酷熱已經奪走將近1100條人命 除了高溫還有野火威脅 聯合國秘書長就警告 全球有半數的人現在都處在極端氣候的威脅當中 法國最嚴重的野火在西南部波爾多一帶 兩場野火已經延燒一周還沒有撲滅 海邊的度假勝地 居民跟遊客通通通遭到緊急撤離 還有露營園區整個化為灰燼 西班牙境內有超過30場野火狂燒 今年已經燒掉了7萬公頃的土地 是過去10年年平均的兩倍多 當局形容這是一場環境悲劇 俄國的西伯利亞今年野火災情特別嚴重 當局呼籲民眾戴上口罩 免得被農煙嗆傷 西大雅典附近也因為高溫乾旱冒出野火 歐盟各國特別派消防員到當地支援控制山火 歐洲野火究竟多嚴重 看這張地圖就知道 整個西歐密密麻麻幾乎都為野火覆蓋 意大利不但有高溫酷熱野火 還正在經歷70年來最嚴重的旱災 當地三分之一的農業都受到影響 富庶豐饒的波河河谷 有農民說70%的作物已經毀於乾旱 核油水位下降導致海水更往內陸入侵 進一步危害農作物 有科學家表示 當時當局做得太少也太晚 太遲遲了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 是減少失敗 世界氣象組織警告 歐洲這波熱浪會持續到下周 相關的死亡人數還會持續攀升 不過更嚴重的是這樣的極端熱浪 以後只怕會變成常態 科學家希望這波熱浪能夠敲響警鐘 讓各國政府跟民眾真正關注氣候變遷 減少碳排放 延緩地球越來越熱的復向潮流 TVBS新聞與世穎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